9点半 刚刚吃完早餐出来 准备去一菜场买菜做饭 听我们小区留下那个大爷说 我们市场产的这片猪肉正价了 不知道卖多少钱一斤 走吧 去菜场看一下吧 今天成都的天气中一变暖和了 出来好大的太阳 应该都有十二三度了 要是每天都像这样子就好了 我打算今天去离我们猪房远一点那个菜场买菜 听说那边的猪肉和蔬菜都要新鲜一点 就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现在来到菜市场门口这里了 这里是一个地毯菜市场 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居民在里面卖菜 我们先去里面买一点吧 来到菜坛 今天的菜都好新鲜 大家看一下 先买点这个竹笋 这个竹笋好嫩 再买口花菜 这个花菜也好新鲜 再买点这个豆子 这个豆子也不错 再买口窝笋 这个窝笋也好新鲜 再买点青菜 菜买好了 我们去买点肉吧 老板这个肉和蔬菜 为我28 现在买菜回来了 买了一点菜买了一点肉 后来有50多块钱 三成都今天的猪肉还是卖28一斤 我问老板不是听说猪肉降价了吗 老板说昨天是降了两三块钱 今天又涨回来了 看来这个猪肉价格还是很贵 依然吃不起呀 朋友们 你们所在的陈氏 现在猪肉们到的学习近代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